休斯顿中文陈进学校与休斯顿市政府合作加入了SPA Park计划社区伙伴关系 将在新社区建设全新的SPA Park提供社区服务 为庆祝东宫仪式顺利进行学校于18号下午举行破土东宫典礼 休斯顿市政府社区及休斯顿独立学区的代表参加了东宫仪式 休斯顿中文陈进学校于2012年开办 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拨款辅助及监督管理 学校陈进市教法各占对半比例 希望学生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双语童 并尊重接纳多元文化 该校也是全德州第一所陈进市中文学校 成为休斯顿教育界楷模 今年8月更进驻盖利瑞尔全新校区 给予优质教学环境 破土典礼由副校长Dan Roberts主持 并对于SPA Park设计建立社区合作 Dan Roberts表示学校与社区密不可分 SPA Park可让学校社区化 对学生 家长 教职员和社区居民来说 都是互惠关系 而中文各是重要的语言 在良好的环境下 可帮助学生学习 新校区地处国际化社区 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Dan Roberts介绍与会嘉宾 周众议员吴元之 休斯顿市议员Mike Luster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教育组周会议与休斯顿独立学区委员等人 都受邀出席 并轮流至此 Mike Luster表示 今天是这选区Spark Day 无言之鼓励多语言学习 让自身更强壮 休斯顿市长特纳则派代表 致赠赫寒 嘉奖社区贡献 活动上由学生与教师 联合展现精彩舞龙表演 Pre-K幼儿园可爱的小朋友 也在中文老师的指导下演唱《我的朋友在哪里》 及颜色歌两首中文儿歌 标准的中文和逗趣的演出 让现场拍手叫好 接着重头戏登场 所有受邀嘉宾与小朋友 参加室内破土典礼 众人一起铲土 预祝社区公园兴建顺利 Spark Park是休斯顿市政府 一项非盈利计划 在过去30年 已经在休斯顿地区建设超过200座社区公园 每座公园具有独特性 根据社区需要所建造 公园落成后 将在客余时间和周末时间供市民使用 向外树典礼祭 位无力 生存 公园 簇